女孩叼起一根蜡条,转身喂给旁边的闺蜜,这一波操作看得陈好直流口水,让她没想到的是,女孩竟然也喂给她一半,然而就在这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看到两个女孩离去的背影,陈好心里痒痒地摘掉结婚戒指,竟然快速跟了上去,看到美女进入酒店房间,她也迫不及待地进去,面对两个美女的挑衅,惊虫上脑的她却不知已经落入圈套,这时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妻子打来的,她说现在堵车了,会晚几个小时回去,失去理智的奶奶。 男人,任由美女帮她宽衣解带,想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到下一步,美女指了指下面,随后男人脱下最后一块遮羞布,谁知美女竟抱起她的衣服,快速向床边走去,男人想要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美女将她的衣服全都扔了下去,这下完蛋了,随后竟被两个美女赶出了房间,但此时男人已经一丝不挂,没办法男人扯下门牌,挡在了关键部位,突然出现的陈好,让保洁元以为遇到了变态,男人语无伦次地解释半天后,女人才终于想起来,男人 相信,见陈好十分尴尬的样子,善良的保洁元让他钻进垃圾箱里,慌不择路的陈好也只能听话照做,很快他被带到洗衣房,在询问男人的尺码后,保洁元拿出其他客人的衣服,这才让他体面见人,陈好对保洁元不停地感谢,谁知保洁元被他的魅力吸引,竟然凑到跟前,陈好还以为走了桃花运,便恬不连耻地凑了上去,没想到这又是一道美丽的陷阱,冲进房间的俩人并没有急着开始,女人先给男人按摩,然后开始旁敲侧� 可男人也不傻,瞬间警惕起来,女人却说,在收拾男人房间的时候,看到了女性用品 见陈好对自己放松警惕,女人趁机问道,上次跟别人是什么时候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小丑,这时妻子拿着手机从窗帘后面走出来,录下了刚才发生的一切,男人见状还想为自己解释,说一切都是保洁元的错 无论他说什么,妻子都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眼看男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辩解 妻子直接拿出刚才的录音,在铁证面前,男人再多的解释都显得苍白 而妻子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拿到他出轨的证据,可怜的男人不仅净身出户,还换来两个女人的唾弃 然而更倒霉的是,没一会房间主人回来,看到陈好坐在床上,并且穿着他的衣服裤子 让他赶紧脱下来,不然就完蛋了,那你觉得男人最后怎么样了呢 男人戴上假发,立马变成了大美女,拿下来又恢复成男人,见假发效果这么好 看到有个女孩走进厕所,男人赶紧也进了女厕所,他心怀不正地听到有动静 立马一顿猛拍,没想到被对方发现,女孩跑出去喊人,男人健壮,赶紧戴上假发 又变成美女的模样,等女孩带着保安找不到人时 男人没有得手,只能另想办法,于是又猥琐地来到按摩院,此时顾客已经等不及了 男人开心坏了,手也不自觉地摸索起来,可长头发却十分挡害 随后把假发摘下来放在旁边,变回男人的他异常兴奋,手劲也变得越来越大 对于女人的质疑,男人赶紧戴好假发,这才没有穿帮 尝到甜头的男人,继续来到厕所偷拍,结果又让对方给跑了 男人觉得太倒霉,这时却被一个猥琐大叔盯上 随后大叔摘下口罩,被男人认出是自己的好兄弟,但对方没看出是自己的朋友 眼看解释不清楚,男人想摘掉假发证明,可不管他怎么用力都没用 而猥琐男已经等不及了 那你觉得男人是可怜还是可恨呢 女人偷吃客人剩下的蛋糕,却在里面吃到一枚钻戒 可就在这时,戒指的主人来到后厨 他使劲抓碎蛋糕,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只能失望地离开 殊不知戒指被女人含在嘴里 女人感觉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善良的女人想归还戒指 可看到两人因为这枚戒指在吵架 随后女人将手里的戒指还给了陈好 可他的女友已经走远,男人拉着安娜去说明情况 虽然安娜不愿意,可在对方的一再坚持下 他们来到女友常来的酒吧,看到女友闷闷不乐 陈好刚要去安慰,发现女友竟和一名陌生男人亲密 男人气得脸都绿了,他没想到深爱的女友 竟然把他当成老王一样耍,于是他有了报复女友的想法 随后把钻戒当作报酬送给女人 又掏出金卡,不惜用超能力 让喜盘工买一身最贵的衣服,最贵的珠宝 喷上最香的香水,让他瞬间蜕变成大美女 成为全场最亮的焦点,这把陈好看的眼睛都直了 作为舞蹈出身的安娜,引导男人跳了一场热舞 果然这招十分有用,女友被气的脸都绿了 可让人想不到的一幕来了,安娜并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把男人送给她的钻戒,直接塞进她的嘴里 陈好刚想去追她,却被女友上前阻止 恳求男人原谅自己的任性 在一番花言巧语之下,俩人竟然又和好如初 男人也忘记了仇恨,这一幕被安娜看到 心想,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就在她要离开这里时,却被餐厅老板拦住去录 原来安娜自信的舞蹈,以及精致的五官 得到餐厅老板的赏识,邀请她做这里的服务员 又苦又累的洗碗工,肯定比不上高级餐厅的服务员 于是第二天,安娜就当上了服务员 就在她给顾客点菜时,一抬头傻了眼 没想到客人竟是陈好,而且是故意来找茬的 女人没想到陈好这么无耻 于是想换个人为她服务,可遭到男人的拒绝 她把蛋糕推过来,说这块蛋糕有问题 并要求安娜尝一尝 没办法她只能压着脾气 挖了一大口蛋糕放进嘴里 下一秒她的表情有些奇怪 从嘴巴里拿出义务后,发现居然是一枚戒指 原来陈好这次来是向她求婚的 与前女友回去后,她就彻底明白了 应该跟什么样的女人共度一生 如果是你会选择富婆,还是贫穷的洗碗工呢 注意看这个胖子不是人 天天在超市里偷吃东西 监控却拍不到他 店员也看不到他的存在 就在他吃了一年后,女人才选择报警 因为让他郁闷的是 每天都发现少很多东西 却从没发现任何异常 而让警员意外的是 正好有个胖子在吃东西 他回头看向监控 居然没有胖子的身影 警员瞬间猛了 难道是看视频求保护了吗 而店员也没发现胖子的存在 吃完薯片后 又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酸奶 陈好十分好奇 店员竟然根本不管 他蹲下来问胖子 这把胖子整弄圈了 胖子吓坏了一把推倒男人 赶紧逃离了这里 陈好随后也追了出去 可胖子已经跑远 他一边追赶胖子 一边喊抓小偷 而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傻子 连狗子都猛了 只看见他一个人在跑 很快便把胖子跟丢了 他挨家挨户敲门也没有找到 终于在胡同里发现了胖子 说完就把他狠狠按在墙上 就在胖子离开时 陈好突然冲上来 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胖子趁机捡起一块砖头 夸的一下就把男人拍倒在地 昏迷中的男人 看到胖子根本不是人类 这时他不小心摸到陈好的鼻血 结果全身颤抖 直接栽在地上 原来男人拥有阴阳眼 能看到隐藏的异类 平时他们跟正常人一样 但情绪波动时 就会显示出怪物的模样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自己的身边有异类吗 半夜千万不要照镜子 不然就会变成这样 或者是这样 害怕的赶紧点赞关注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这天半夜她在舞蹈室训练 突然灯光不停闪烁 要是一般人早跑了 而小美可不是一般人 竟然还在努力地练习着 可突然她感觉 镜子里的自己有问题 好像比自己慢了半拍 她对着镜子晃动下双手 但是并没有出现问题 难道自己眼花了 可下一秒 女人吓坏了 想要离开这里 可好奇心战胜恐惧 她竟然又回到镜子面前 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镜中人抬起胳膊 做出跳舞的姿势 小美健壮 轻松地做出刚才动作 镜子里的自己非常兴奋 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随后做出一套高难度动作 明显非常不规范 很快小美放松警惕 难道镜子里的人 想要学舞蹈吗 于是急性表演了一下 镜中人十分努力 可好像身体不协调 不管小美演示多少遍 镜中人就是做得不对 终于练了一年后 镜中人彻底生气 把脚狠狠跺在地上 这时女人害怕坏了 忍着剧痛拼命向前爬 她想打电话求救 没想到镜中人十分友善 咔嚓咔嚓掰断手指 疼得女人嗷嗷直叫 但小美为了活下去 竟然靠毅力站起身 让她没想到的是 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镜中人用双手抱住脑袋 这下BBQ了 小美开心地领了盒饭 只剩镜中人在自由的舞蹈 看完这个故事 你还敢半夜照镜子吗 小伙玩反恐精英时 画面里突然出现好朋友 她扣动扳机 没想到朋友直接被爆头 她不知道游戏是真实的 而里面的恐怖分子 还会闯进自己家里 对准男人的脑袋 害怕得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原来小伙在电视上打游戏 突然术后出现个敌人 并且朝她开枪 还好她反应够快 迅速射击干掉了坏人 小伙顿时觉得太刺激了 可就在这时 游戏突然卡住了 正当她要喝口水时 游戏却突然开始 小伙赶忙继续游戏 这时又出现一个猛面男 吓得小伙一击零 两人开始疯狂战斗 小伙凭借50多年的游戏经验 成功KO对手 还得到一把狙击步枪 小伙越玩越兴奋 没想到游戏再次卡顿 这次来到一个小镇 转身发现有个敌人 立马瞄准直接抱头 男人正玩得起劲 突然电话响了 原来是朋友打来 可诡异的是 朋友居然出现在游戏里 小伙示意她打个招呼 居然真的能看见打招呼 朋友还说你千万不要开枪 可是小伙却要试试 结果下一秒 砰的一声 电话也直接挂断 男人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朋友的恶作剧 又继续玩游戏 然而更诡异的是 画面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小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紧来到窗户前查看 果然有反恐精英 拿枪对准了自己家 他以为自己出现幻觉 于是继续游戏 没想到 对方竟推开房门 来到屋里拿枪指着自己 并且跟电视里的画面一模一样 他还不相信是真的 于是按动按钮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游戏成为现实 你还敢继续玩吗 敢得扣一 不敢得扣二